今天财政部长林万英推介2018年房地产市场调查报告显示 我国的房地产交易量经过连续三年的跌幅后 去年终于上升了0.6% 达到313710宗 同样的交易总额也上升了0.3% 高达1403亿令吉 然而我国房屋滞销的情况则是进一步恶化 去年共有32313个单位有待出售 比起2017年增加了30.6% 这些滞销单位的总价值高达198亿6000万令吉 这些滞销单位的总额也上升了0.6% 高达198亿 予ды** 予予尤能 Between 先好 予往 林冠英有信心 政府早前推出的拥有房屋运动 有助于改善房屋滞销的情况 目前也有不少民众登记购买房屋 总值达到90亿令吉 另外调查报告也显示 去年的房屋价格指数 比起2017年上升了3.1% 达到193.3点 其中罗佛州的房价涨幅最高 也就是5.6% 接着是雪兰俄州上涨了3.3% 全国平均房价则是416,993令吉 至于从州属或地区来看 吉隆坡的房价平均是78万6千令吉 雪州则是47万9894令吉 随着去年的房地产交易量有所增加 政府乐观相信 今年的房屋市场将会持续稳定 那么还没有购买房子的你 现在要准备买房了吗 在这边认为是7万5千元的房屋市场 在这边认为我们的房屋市场 在这边认为是8万5千元的房屋市场 在这边认为是7万5千元的房屋市场